本土 民主 反共 保倫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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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第二節的大香港早安 今節就講一講關於選舉的問題 選舉 選舉事務處由昨天開始就著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活動 活動建議指引公眾諮詢 關於選舉部分的諮詢 然後他收到很多意見 包括一些選舉廣告 如何定義選舉廣告 又或者會被人當作選舉廣告如何處理 甚至換頭像 會不會當作選舉廣告 等等的問題 昨天的時間 原來這個選舉事務委員會的選舉主席馮華 繼續被人追問關於選舉廣告的問題 那他被人追問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有幾個提醒 網民如果發表 促使候選人當選或者落選的宣傳 可能會被視為選舉廣告 其實如果涉及選舉廣告 就要跟這個選舉的原則 就要報回這個選舉開支 如果沒有報的話 就隨時面對刑事的起訴 其實選舉廣告 選舉廣告的候選人 或者選舉團隊 在每一個廣告裡 都要為他的廣告申報 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都已經試過 因為我當時幫鄭松泰選舉的時候 都做過很多選舉廣告的申報 當時的申報要怎樣申報呢 譬如他就是 你單張 你每出一本 你要申報一次 然後你每一樣的宣傳物品 包括T恤 你的耳拉架 你要正面 背面 然後在不同角度拍一張 再申報一個 然後報紙要申報 再加上就是 譬如他就是 連Facebook page 每一個post都是要申報的 最麻煩的 所以他有個中央平台 他會說 無論你是出過post 或者是你留個comment 都要逐條逐條申報回到中央平台 這個最麻煩的 所以當時去到的狀態就是 每一個候選人 都盡量不要亂出一些打飛機的報告 我們中央規定了 不准出一個打飛機 不准亂出一個打飛機的報告 因為每一個自己說一些私人的報告 你都是要申報出去的 譬如他就是說 你自己comment 你出的每一個報告 你都要Cat那張圖 即打個emoochee都要 是啊 其實是要去到這樣的地步 去到這樣的地步 當時其實我 在那一個多兩個選機裡面 我想Cat過一千張 鄭同泰的Facebook page的報告 他很喜歡自己搭飛機 有時候我看到有時候 你按都按不住 是啊 因為他有時候出的報告 可能只是出二十個報告 這樣就糟糕了 要聽二十幾三十張報告 好像是討厭的 然後逐個逐個放上去 然後他偷偷地 有時候自己自己剪輯了報告 然後再剪輯了報告 又要再剪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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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私人的報告 但誰知道原來他在一個外面世界 在留言了別人的照片 然後他就說 你幫我申報這個 不愧就弄了這個 不愧就留言了別人的 最怕是漏了 說真的 就是怕漏了 還有你不能剪輯的 有時候又再剪輯了 又再剪輯了 又不愧就糟糕了 這是非常麻煩的 因為現在選舉 選管會的規定 已經非常麻煩了 如果你是漏了申報的話 其實都可能會面對刑事的責任 其實大家都會問 當時在新界東補選的時候 很多人有一個轉頭戰潮 阿基好像也是戰頭獎 很麻煩 我全世界轉了阿基的人 當時阿基也變成一個轉頭上風船 但那風船就不及六號梁天琦 當然很厲害 然後選管會政府 看到梁天琦的選舉工程那麼成功 看到那麼多支持者會幫忙 幫梁天琦拉票 然後他打算堵塞漏洞 他打算把選舉指引修改 當每一個網民出了一些帖子 當中包含了一些 例如選舉人的一些字樣 暗示或者明示到選舉人的一個 識別到候選人的話 都可能會視為一個選舉廣告 即是說那些廣告 你都可能要申報 你要計算選舉經費 如果你沒有申報 你可能會出現一個違法的行為 但是如果那些候選人 可能會看到一些支持者 他自己幫你去創作一些東西 或者甚至乎 可能有些情況就是 大家就會問 如果有一些我不認識的人 一些支持者 好像梁天琦那樣 一些支持者 自己幫他轉頭上 自己幫他出了一些帖子 幫他做宣傳的話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我沒有辦法申報那些選舉廣告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不會當我 漏了申報的選舉廣告 而令我 違反了申報選舉廣告的指引 所以一直以來 選舉管會的規制就是 如果 你作為候選人 你見到一些 你不認識的人幫你印傳單 或者幫你掛標 幫你做宣傳的話 其實你是有責任去 舉報那些人 這樣應該是合理的 你要舉報那些 你不認識而幫你做宣傳的人 因為如果不是 你不舉報那些人 你自己的候選人 本身會面對一個 漏了申報 或者是漏了申報開支的風險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 作為支持者 你是自己幫候選人做宣傳的話 你有機會面對一個 刑事的責任 你會面對刑事的責任 然後 現在 選舉事務 選舉公會的主席 馮華 就在這裡跟大家說 如果 接下來的時間 大家有些 hashtag 同樣像梁天琦 那樣用自己的頭像 那會怎樣處理呢 現在馮華跟大家說 就是 這個頭像 或者hashtag 可能會當作選舉廣告 是的 因為他所說的 這個選舉廣告的定義 其實是很闊的 那就是說 可能 任何 可能促使和 阻礙了這個 候選人當選的互聯網訊息 都有機會 會成為了 選舉廣告的一部分 那就是說 其實呢 他最後的方法 都有說 其實會交給廉政公署去處理 那如果 網民一面到 支持某一個候選人 就很大機會 就會被視為這個選舉廣告 其實這個說法也很奇怪 一面倒 支持某一個候選人 就很大機會 會被當成這個選舉廣告 其實都是 是奇怪 因為你每個人 一定是會一面倒 支持一個人 你是只有一張票 你一定是支持一個人 就是每個人 每個人的頭像 每天換下 這樣就不行 我就不是一面倒 這樣叫做 今天一四一 下午 先逃 逐個轉 剛剛日朗那裡就說 究竟那個印傳單的問題 當然是涉及到 就是一個選舉廣告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其實 因為選舉開支 如果沒有報導的話 又多出了一些資源 去幫你去做宣傳的話 那其實是不fair的 對於其他候選人來說 但是現在 去到一個網絡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 網絡究竟創作一些 可能創作一些 一些graphic 或者創作一些 歌 這樣去幫你宣傳 這樣算不算呢 這個就 這個就 真的值得相確 是 因為其實先說 228也有很多 這些歌 就是有歌 有graphic 其實沒有程度上 就是說 政府就是想打擊這一類型 自發去 去為候選人 宣傳的 途徑去做 是吧 但你又說得很模糊 你只是Facebook的頭像 改過號碼都已經中了 是啊 是啊 那轉藍色又中不中呢 他本身是說得很模糊 其實主要是嚇嚇一些 所謂經網路 去發布一些消息的網民 其實他最後都是沒有 都是交給廉政公署 在律政司去決定 其實都是拋你 是 因為其實上次 我們在這個諮詢會 就是這個選舉事務處的諮詢會 亦都是四眼 鄭松泰和一眾的葉努公民的手足 都是不斷去質疑這個 選舉公司的主席馮 那就是說 到底如果轉頭像犯不犯法 我轉頭像會不會被人計算 這個選舉警法 而馮華的說法就是 我們只會看整體情況 如果整體情況 是會牽涉到 可能真的會有一個選舉開支 如果整體情況 是會覺得 好像真的會有一個宣傳 令到候選人會當選 以至候選人會當選的狀態 他就會當作是一個選舉經費的開支 你不申報過你的方法 但問題就是 我一個人 我就一個選民 我可能沒有媒體 假設我一個普通人的話 我不在開支 我去做一個宣傳 我Facebook 我支持周浩鼎也好 我支持梁千奇也好 我怎知道整體狀況是怎樣 我控制不要整體狀況 我控制到 我就贏了 我支持那個 我哪想到這些 其實他也有說一個豁免的狀態 怎樣才有豁免呢 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他是一個評論 時事的評論 或者對於某個候選人的評論 他就不當你是一個選舉廣告 即是說 如果你評論一下 六號梁千奇有多好 帥仔 然後另一方面 你又評論一下 你又不當你是一個選舉的宣傳 其實這個門檻更複雜 令到這個 如果我要給理據去支持這個六號梁千奇的話 我要給其他理據 說完就是為什麼我不支持這個人 說完其他的候選人 很痛苦 真的不讓你說了 怎麼說 我要說了這麼多個 不懂的 很多人都不懂 不 因為他現在這個 現在就是說 他很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他要看整體狀況 要看主體性 應該就是 他現在就是用一個很空泛的說法 就是故意讓你的人害怕 他故意不用一些很明確的字眼 告訴你哪些是犯法 哪些是不犯法 譬如說 之前那個中出洋子 梁千奇的選舉文宣 都是被禁止去郵寄 而他們被禁止郵寄的原因 是因為他出了字眼 包括香港建國 自治 勇武抗爭 義武犯禁 這些字眼 於是否選舉事務處就說 這些字眼 會違反了基本法 違反了香港法律 甚至乎可能會出現一個煽動的罪名 會出現暴力 會出現暴力 於是他禁止了 你是去用這些字眼 但是 如果有問到的就是說 如果我的選舉文宣 我來選舉的時候 我的選舉文宣 都是用這些字眼的話 我是否也會犯法 而馮華的說法 他都會用同樣的官方答法 就是 我只會看整體的情況 我不會就個別評論 我會看你上文下理 我會看你整個選舉文宣的 脈絡 你的感覺 你的觀感等等 等等的一些因素 去判斷你這個 是不是一個合法的選舉文宣 是 即是說他現在 不斷地強調 就是他要整體性 很空泛地說一些 很空泛地說一個狀況 還有一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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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 他不肯給你一個清單 不肯給你一個清單 即是最清晰的說 換頭上算不算 你都沒有清晰可以說得到 是啊 總之他就說 如果這些方式 可以促使或者阻礙某個候選人當選 你就要申報這個選 即是促使某個候選人當選 就當你選舉開始 如果這些選舉文宣的字眼 是不是合法的話 就要看回整體情況 即是說 其實是任你說的 是任你說的 包括就是說 如果民建聯同一時間 他講本號 他講自治 反港獨 對 如果這樣的話 反港獨是否違反基本法 當然不是 一國一制 是否違反基本法 對 如果他說中港融合 中港融合 是否違反基本法 應該是違反的 如果這樣說 如果將來特首選舉 特首選舉 梁振英或者其他候選人 他出了一個選舉文宣 他說他要支援一帶一路 那是否又違反基本法 是 因為一帶一路 他是令到香港的財政 不是用於自身 那是否又違反基本法 等等 這些等等的狀況 其實他都不肯去講清楚 就是因為 他是希望可以用這個 我估計 他是希望用這個條例 用這個空間 去令到他可以有一個彈性 對於某些候選人 可以作出一個打壓 其實主要來說 都是一些 比較活躍於網絡上面 或者擅長打網絡戰 網絡選戰的本土派 其實說真的 其實都很明確的 就是看到你 網上的勢這麼厲害 又有歌又有畫 又什麼東西都出來了 又有動畫 什麼東西都出來了 但是 其實他看到勢這麼好的時候 他當然是想辦法去堵塞這個位置 因為他知道 這個如果讓你做到勢的話 九月你會再來的 是啊 是啊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 其實不可以讓他這樣 其實他的方向就是 就好像說 我們不可以大法為談港獨 和四個方向去調查 這些港獨有成本的犯法 其實根本是歸因救 但根本沒有我們根本沒有犯法 就是在法例上 根本沒有一條罪去查 就是告訴你 有可能會犯法 但是你犯什麼法 之後交給律政司去談 或者問你自己的法律顧問 他就是不斷地 跟這個選舉 現在的一模一樣 就告訴你 你可能會犯法 但是怎麼會犯法 你就自己想了 但是現在選管會的狀況更加離譜 因為現在 你說大法為談港獨 會違反基本法 但是 你律政司 你也需要等律政司去告你 你才會真的違法 但是現在不是 在選舉這個情況下 在選舉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直接不幫你寄了幾十萬份選舉的文宣 然後讓你的選舉 選情受到影響 這簡直是製造了一個不公平選舉 令某些候選人 可以因為你的入屋文宣 或者等等的宣傳物品 而是不能當選 他那個離譜的狀況去到這樣 然後他會等你 就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同意的 你就施法覆核我 但是選完 通常是施法覆核 施法覆核是我選完 那選舉的程度 你已經影響了我的選舉 然後他就說 你只有這麼少票 你就算被你寄到 你也不會贏的 通常都是這樣的 因為你不會反對無效 難道是重選嗎 其實大家都猜到那個狀況 基本上你施法覆核 那個結果 即使是你能夠勝訴 都不會有一個 有利於選舉的結果 其實說到就是說 剛剛日朗所說 這次因為問到 涉及港獨的字眼 究竟能不能出現 在選舉文宣 港獨、自治 自決、勇武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問到馮華 候選人如果表明支持港獨 會否違反這個選舉指引 其實馮華說到 其實這個選舉委員會 提名的表格裡面 即是第二部分 聲明裡面 就說到 我照讀 本人特刺聲明 本人會擁護基本法 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那些人就說 他就說 引用這一個 這一條 其實如果 某程度上 如果你要選 你就要跟這個聲明去做 如果你要選 你的聲明就要 確保 你就是擁護基本法 所以其實你就不能 談港獨 或者你不能主張港獨 某程度上 可能就會令到 有些希望參選的候選人 可能民族黨的參選人 他們究竟能不能夠入閘呢 這都是成問題的 現在這個狀況 他說 引用這條的話 如果候選人 他作出來的選舉文宣 或者他的選舉宣傳 是違反了 所謂 不擁護這個基本法的條文的話 那你就可能 已經違反了一條聲明 於是他就可以用這些理由 去禁止你的選舉文宣 好了 其實你會見到 就是民主派的一方 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很多的選舉文宣 都是違反基本法的 都是表明 他是不擁護基本法的 譬如就是 030的時候 反對23條立法 那我反對23條立法 那就是說 我不擁護基本法的23條 然後又譬如 就是說 如果政黨出了選舉文宣 就說 我要公民提名 我要真普選 我要公民提名 這也是違反基本法的 因為中共官員 全部都是說 這個公民提名 45條是由選舉委員會 去產生的行政首長 也是違反基本法的 那就是說 如果遲下的話 那我就是 如果我連提公民提名 我連提反對23條 我都會違反 我的選舉文宣 我不是都記不出 是 總之他喜歡怎麼說 就怎麼說 是啊 而另一方面 但是我又這樣想 如果 如果 好像我們葉普城參選的話 我們主張修改基本法 是 而修改基本法 如果我們主張修改基本法 修改成為 修改香港基本法第一條 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香港特別行政局的 不是 不是 香港特別行政局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這一條的話 我主張刪改這一條的話 其實不是違反呢 基本法是說可以修改的 對 基本法是說可以修改的 如果我主張刪刪這些條文的話 那是否已經不會違反這些基本法條文 但是我們這單章有寫字字 對 字面上是可以這樣解的 字面上可以這樣解的 其實可以修改的 或者這個都不是 都是擁護基本法的 是啊 其實也是這樣說 我們是擁護基本法 其實是這樣說 我們才是最擁護基本法的一塊 我們也是這樣說 我們是要求永續基本法 令到基本法五十年不變可以刪除去 修改基本法令到五十年不變刪除去 修改基本法令到二十年刪除去 修改基本法令到第一條刪除去 修改基本法令到第一條刪除去 其實我們就是為了去擁護基本法 而去參選 我們正在建立基本法 對 我們正在建設基本法 所以其實選舉委員會 如果先說明 其實選舉委員會 在接下來的選舉 其實應該不能禁止我們的 我們一定沒事 應該不能禁止我們的選舉委員會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要擁護基本法 而我們的前提就是 我們修改了基本法 修改了基本法 而修改了基本法 是由基本法容許的 修改完基本法之後 令到這一條刪除去刪除去 那就已經合符了這個選舉條例 但你說到這裏可能都是之後的 我手上欠這一張真的沒問題 你這樣說 可能都是之後思考複恨 打官司的時候才說 因為好像之前那樣 梁天琦一樣 她都是說懷疑 擔心會違反基督法 而禁止了文宣 就是之後才再馬上跟她打 就是剛才說一句 你禁止了一次之後 其實之後都算了 阿基剛才是說笑 當然她不會那麼輕鬆放過我們 到時候可能又是記不到的 所以其實 因為她用了整體狀況 因為她用了前文後理 對 前文後理 你去判證的時候 之後已經留了空間 即使我們這麼遵守基本法 這麼擁護基本法 她也是會禁止我們這個選舉文宣 即是前文後理 後理的名字有黃元大 有黃文的事 但前文後理就什麼都不對 什麼都不行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她之所以會留在這樣的空間 就是因為她會想 連我們這麼擁護基本法 死亡永續基本法的人 都可以禁止我們選舉文宣 但其實 如果你要跟她玩 這些選舉條例的話 譬如說 你要禁止選舉頭像 Hashtag這些 其實是不會夠網民玩的 因為其實 你跟大家說了 就是這些選舉頭像 或者Hashtag 是違反這個 是沒有開支的時候 大家就馬上想到 全都變成對家就行了 我之前臨場談 但是打靠差的頭像 對 我接下來的選舉 全都變成民建聯 全都變成周浩鼎的樣子 那我就跟你玩 我一天就跟你對爆 那幾百萬選舉開始 我就是這樣跟你玩 但是又這樣說 回頭 她也是又看回整體狀況 所以 所以 其實她這個 我曲線行不行 我曲線 然後我支持林卓廷 然後曲線 但擺明我不是支持的 那你在說什麼 那你在說什麼 現在問題就是 整體狀況就是她說的 那個狀況 就是她會告訴你 這個整體狀況 可以或者不行 全部都是她所說的 所以現在這個選管會的條例 最糟糕的地方 就是任她說話 她說什麼 然後如果你真的不服 你師法復活我 她現在的態度 來去面對你 面對選民 面對這班候選人 但是 當我真的師法復活完之後 我就已經選完了 然後 下一次再選的時候 你再禁止我 再師法復活我 這件事會變成一個 無限輪迴的狀態 所以接下來這個諮詢 公眾諮詢 是要不斷地去參與 去令到 即是令到公眾知道 這個選舉條例 不合理的地方 更加 其實已經過時了 說真的 以整個現在網絡世代 你這麼興起來說 說真的這些 就是說要CAPTO 就是每天要CAPTO 就是劉國賢 Emoji 又說要CAPTO 這些根本就擺明 已經是不過時了 其實 已經是過時了 其實某情商 他們一定知道 這些事情 他們怎麼會不知道 只不過他們知道 你們這些人最擅長 用這些事情去做宣傳 或者做這些事情 去令到更加多人 去留意自己的候選人 或者自己支持的候選人 所以他們明知過時都要搞你 他們就不去更新 究竟網絡上 究竟要怎麼調整 甚至在字眼上 究竟你能不能夠修改 或者是能否公開一些字眼 給一些候選人去參考 究竟文宣 那些什麼字不能用 這些全部都可以說 這些全部都可以做 他就是不做 特意的 特意的 他這麼明確給你一個規定 你就可以跟隨這個規定 去做 他一旦空泛一點 不讓你走法律 前問後來 那你就追不到 是啊 所以現在這個選公會 他現在就著這個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活動 指引做公眾諮詢 雖然我會覺得 這個諮詢 跟選舉廣告沒有關係 但是大家都要就著這個諮詢 不斷追問他這個問題 令到他要回應 到底這個選舉廣告 怎樣才會違法 或者選舉的開支 怎樣計算 都要他正式回應 所以到6月9日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選舉委員會的一個 的一個公眾諮詢 關於選舉活動的公眾諮詢 希望各位都可以踴躍參與 好 那有時一會回來再繼續